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课程是国际服务业管理 那么这个本周就进到我们最后一个讲次来了 谈到第18个讲次 谈到国际服务业管理的个案 我想我们利用了前面17个讲次 我们也大概分了几个阶段 跟各位报告有关服务业的一些内涵 包括服务业它的定义有 哪些哪些的特性怎么做分类 在前面一个四个讲次里面做一些说明 那之后我们也谈到说 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里面 可能需要做服务业行销的七个批 我们谈到说我们做服务的创新该怎么做 那有了服务创新之后该怎么做 订定价格的一个适当 该考量一些相关的因素来做处理 价格定好之后 有哪些通路可以来做构建 来能够跟服务的人 服务的人可以跟被服务者做一个接触 要有哪些通路的构建 那第四个谈到一些相关的沟通 或一些推广的一个动作 那第五个部分 可能谈到有关实体的设施 如何做让顾客产生应有的体验等等 后面谈到一些服务的人员 应该怎么训练 以及服务的流程 应该如果去做安排 像一些有关服务的蓝图的设计等等 那后面我们也谈到说服务的接触 我们今天做服务 主要是跟顾客做一个接触的现象 有包括电话的接触 面对面接触 或远距的接触 那各该注意到哪些事 在接触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有SOP的一个相关的订定 让服务人员提供出一定的品质水准的 一个服务给顾客 但是由人来做 难免产生服务的失误 那服务失误 可能顾客产生抱怨 或者不会抱怨 那有抱怨之后 如果做一些应有的补救的措施 以及提出相关的服务的保证 所以在前面里面 把服务业应该去经营里面 所注意到的各环各节 都跟各位同学 大概做一些说明 那今天在这一个讲词里面 我们就举两个个案 跟各位从这个个案的角度 再来回顾我们以前所学的部分 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周的整个 学习的目标 我们在这一周里面 我们有两个个案 跟各位来做讨论一下 第一个我们就谈到有关 星巴克联手咖啡的个案的分享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谈到有关达美乐披萨 这个个案的分享的部分 我们首先看看星巴克联手咖啡的个案 我想整个星巴克它创立在1971年 在美国的西雅图 整个那种平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区域里面 那在这一个经营的过程里面 它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在1996年 这正式跨入到全球性的经营 那台湾马在1998年的1月1号 正在进到台湾来 那台湾的统一星巴克 目前就三家公司所合资 第一个是由这星巴克的国际公司 加上统一集团下面的统一食品 还有统一的一个超商 这三代公司 合资来经营台湾一个门次的部分 那整个星巴克 基本上在经营的过程 我想我们大家在街头 向我才能看到星巴克 对它产生了不同的印象 它像是创造出这种城市牙匹 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从各个角度来切入 来跟各位看看 这星巴克 它在服务业经营上面的种种的表现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 有关星巴克经营上的一些坚持 第一个它坚持比较人文的特质 以及品质的坚持 已经到星巴克店里面去 不管是它一个布置也好 它成色也好 都成熟人文的特质 而且在品质方面 不管软体或硬体 包括人员的训练 包括人员的一个亲和力 它非常尊重 非常注重 那第二个呢 它特别强调尊重的顾客 跟我们的员工 一个企业 尤其服务业 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面临三种人的压力 一个是股东 一个是我们的员工 一个是我们的顾客 那星巴克认为说 员工跟顾客 有良好互动 股东才会有鼓励 才会赚到钱 所以应该把员工跟顾客 放在前面才对的 这大概第二个坚持 第三个呢 它除了四月在卖咖啡 所以它整个坚持 采购全球最好的咖啡豆 来制作出优质的咖啡 来卖给消费者 那第四个坚持 那希望能够提供消费 最舒适的一个消费的场所 让顾客不管是跟自己的对话也好 或者跟朋友的聚会 有个很好地方可以去 所以星巴克的四大坚持 好 那么也看看说 那到底星巴克它能够成功 它到底主要诉求在哪里 想这整个诉求的一个点 非常重要 它能够在平反之中来做创新 把存在几百年 这古老的消费性的产品 变成了挡不住的新流行 改写现代化一种生活 我想可以从西方的影片也好 可以发现说希望人从早上起床之后 他开始煮了咖啡糊的咖啡 到出来喝是一天的开始 但现在这样生活已经慢慢就不见了 大家都非常羡慕说 像那个电子情书 里面那个梅格莱恩 非常自信的买一杯星巴克 大步地走过纽约街头 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创造出来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纽约 不管伦敦 不管台北 每一个可以发现上班时间 大家拿一杯咖啡 这样一个生活写照都已经完全改变了 所以这样一个中大的改变之后 也造成星巴克的一个传奇了 所以这基本上也得到很多很多成功 那因为他的成功也造成了 我们很多在探讨一些公司的成功个案上面 不管在学校 不管在企业的一个学习 都把星巴克当成个典范来做学习 所以让很多的学生家 就认为说他创造出了整个咖啡玩果的传奇 也极有可能是变成21世纪 最传奇最伟大的品牌 所以诉求一个成功 那么接下来看看说 他在一个员工跟股东上面一个分别之下 他那个员工还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认为说员工是远远的重要性远大于股东的部分 所以他在整个人员训练上面 也有下面这几个做法 第一个他在占选当地优秀的人才来做一个培育跟训练 他进行全球化的经营 慢慢地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 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还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当地人员训练 好的人员接下来做什么事 可以看第二点 基本上安排这些好的员工到美国去参加一些营业上的训练 整个训练时间 有三分之二到美国人士确确实实做学习 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就留在西雅图的总部来做训练 西雅图总部里面就做两件事 第一个学习如何调配好的咖啡 第二个如何去了解到服务顾客应有的学习 一个操作 这样可以让这些人回到各个一个服务的场所 或者各个不同国家之后 可以把这种星巴克的文化带回去 那所谓星巴克的文化 就所谓的三西的文化 第一个西码就Coffee 就对咖啡的知识拿回去 第二个是Connection 就学习到如果跟顾客做应有的互动 这种Connection的部分也带回去 这些技巧可以回去传达给他的一个同仁们 第三个是Cuture 对整个咖啡文化的认知也带回去 所以把当地适合的员工做甄选 来做到美国做训练 那第三个他会去笼络员工做整个行销 也就是说在整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星巴克非常非常少在做广告这件事 那就把绝大部分的广告费省下来 给予员工应有力上面 或者在员工的培训上面花几多的钱 他们认为说这个星巴克的品牌好或不好 那员工跟顾客的一个对谈是最重要的 那第四个认为说整个公司能够成功与否 都完全建立在员工跟企业的关系上面 曾经刚刚所说的 这个星巴克的老板认为说 我这一个公司的形象 公司的品牌 公司的利润 都是借由员工一杯一杯咖啡 传递给顾客 在这互动过程里面 让顾客满意才会获得的 所以员工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宝贝 所以他也认为说第五项可以发现说 这个员工当会成为我们星巴克的咖啡打士 所以基本上他对员工的照顾 就花了很多心力 他做哪些事呢 我们看第六个项来看 他会给员工应有的照顾 包括广泛的医疗的保险 以及这种股票的一个选择权 这是源自于他的创办人消枝 他以往一个小时候的生活 因为他们他从小住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 一个平民的安置计划局面 爸爸是一个蓝领阶级 也当司机 生活就比较辛苦 对整个生活比较没有办法 去发挥他的一个专长 而且在一些生活上面 也得到比较辛苦 所以当他已经慢慢成功之后 很希望照顾比较低沉的员工 从这角度来做分析 那我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从这个品牌的 种效角度来看 我想从星巴克当的品牌 慢慢被大家所接受之后 那希望能够发挥一些种效 一加一代二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他也用了更多的管道 跟各不同的公司来做合作 例如说他可能在一九九六年 星巴克跟最友师来合作 来共同开发出星巴克林淇淋 那一九九八年星巴克也跟 Claib这样一个食品公司来合作 然后把整个星巴克的咖啡豆 可以销售到全美国的超级市场 里面做一个展售 所以这些种种的活动 就让他影响力更加的一个扩大了 那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大家已经算了 把哪一杯咖啡 就把它改成是哪一杯星巴克吧 所以这样可以把品牌的一个权益 弄到最大化了 所以从品牌权益的角度来看 但非常的成功来运用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从第七章 我们所学的体验行销 来一起来分享说 那到底这星巴克 他属于接触的一个管理 他顾客到我们店里面来接受服务 那如果去做体验这个部分 他怎么进行的 我们从这个体验行销的五个角度 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属于从感官的行销角度来看 包括说他可能在企业里面 广播这种企业的识别系统 或者是从一个很美国 很开阔 很去性别化的高级感的一种橙色 以及非常明亮 柔和 温暖 自然 这样一个灯光色彩的设计 以及它里面都是比较属于咖啡色的 以及绿色的等自然的一个色彩 那让人家身至其中非常的舒服 非常轻松自在 另外呢提供出来的咖啡 又顺口好喝以及浓香 就让一个消费者进到这里面来的话 从各种感官来看 举目所看到的都是星巴克 绿底白字美能语的标志 不管在玻璃门上面 你的碑字 马克碑 你的纸巾等等都是 可以创造出顾客 谁是看到都是我 或者从一个灯光的角度来看 从色彩的设计等等 都从感官上面 让顾客也拿你忘怀 那第二个可以从情感的角度来看 在整个情感的形象上面 他第一个他设计了第三个空间的概念 那我说你一个消费者 你除了在办公室跟在家里之外 那我星巴克是你最佳的地下空间 你可以来这边跟自我对话 也可以跟顾客 跟朋友来这边做一个聊聊天 来相互聚会一个场所 那第二个呢 他可以经过这社交场所 跟个人空间的安排 让顾客从这边来流连忘返 那第三个呢 他用熟客券 一碗用咖啡券 咖啡券 那咖啡券好像蛮见外的 但以熟客券来提升的消费者认同 因为熟客嘛 当然常常来 所以从这些设计里面 来拉近我们的服务人员 跟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 或者被服务人员 跟企业之间的关系 那第四个呢 是用马克杯来取代整个咖啡杯 我想这个马克杯 在美国的一个家庭里面 都拿来喝水跟喝牛奶的 在现今里面 星巴克用马克杯的一个角度 来做一个咖啡的一个容器的话 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所以造成他的情感的投入上面 比较有那个皈依感 那第三个 从一个思考的一个行销的角度来看 包括说 可能做一个标准化的 来结合当地的特色 他标准化到卖咖啡 所以咖啡一定是全球标准化的 一个调配的过程 口味的一个安排的课程 都是一样的 但是嘛 在全球各地来做一个销售 当每一个地方都有 他当地的一个景观 当地的一个文化 那需要做一个结合 像说在九份好了 九份里面那个地方 可能他可以适合看海 但是嘛 确实多雨 所以他整个一个 一个店面的设计 或者是这种景观的一个 一个观看的安排上面 就下了很多功夫 让小儿子在那边看海 享受雨 也可以享受到整个悠闲置的生活 那第二个嘛 是设计了各个国家 各地不同的水行碑 就让很多的国际的旅人 到每一个国家去 都到星巴克去看一看 这个国家有什么巴黎备 台北备等等 有何不同 那收集一个回来 当一个点产品 拉近了比起的关系 那第三个呢 可能在菜单里面 就陈列了各地咖啡的特色 就可以利用这种咖啡的 一个里面的介绍 来让一方面 让我们的消费者 可以了解到各种咖啡的知识 各种咖啡的产地 之间的差异 有哪些特色之外 更可以强化出我们星巴克 是一流的 这种咖啡专卖店的形象跟地位 这属于第三个 从思考行销来看 那第四个 从一个行动的行销 所以基本上 我们能够影响 这个消费者在我们店里面 产生熟悉感 尽管产生良好经验的 需要靠这样一个行动 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三个 第一个呢 它会设定于这种城市 旅客休息的一个角落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星巴克 希望把自己定位在一个 城西牙皮 在旅人会经过的地方 他进来享受这个城市 享受这份的悠闲 那第二个呢 在店内的设计里面 这个设计成互不相互干扰的空间 同一个空间里面 那么多桌椅 但坐在你特定的桌椅上面 这也是不讲独立的 让一些像现金 连稿季节快到了 所以很多学生到那边去 有独立的空间 他享受到自己的片刻 来看看书 或者我今天是一个女人 或者一个消费者 我进到里面去 我要享受我独自的 这样的一个自我对话的空间 跟社会战舍疏离 这种的一个感觉 他也去塑造了 那第三个也造成是工作 以及家庭以外的第三个好去处 这我们刚才有谈过 那第五个呢 是做个关联性的行销 所以借由星巴克的一个 这样一个形象 我如果到那边去 消费者在那边做消费 可以让自己好像品位不一样 地位好像不同 这种属于所谓关联性的行销 他做了三个努力 第一个是释放了能稳的气息 第二个是提升制品味 第三个是值得跟亲朋好友 分享的好去处 所以经由这种种的 一个体验行销的做法 就让顾客经由消费之后 产生良好的经验 就存留下来 那以后就愿意继续来做消费 这件事 但是这么完工的一个企业 当然背后这几年 还是遇到一些危机 这危机我们大概整理出来 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例如说在美国的消费者报导里面 就去报导在2006年的时候 报导说这麦当劳所煮的咖啡 可能不比这个星巴克来的逊色 这消息就震撼了全美 全美国甚至全球 那因为这样一个鼓励之下 那麦当劳最近也开始进入到 这种专能冲泡的 这种星巴克意大利式的咖啡 来跟他进持这个市场 也造成他经业上面 金额上面也产生极大的伤害 那第三个在2007年 因为在扩张也好 或在经营上面的失利 他整个股价也下跌将近40% 这造成他整个资产的净值 也减少将近30亿美元 另外一个他在2007年的11月 他成立了36个年头之后 那首度的面临顾客来客数的负成长 将近1%左右 这是一个警讯 那另外一个也因为国际原物料涨价 像糖 像奶 咖啡豆 造成他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 已经有两度的涨价了 那涨价又遇到 我们在金融的风暴 经济景气的低迷 造成他消费上的保守 也冲击到他的营业额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一路扩展太快了 设点太多了 所以他设点的速度 超过了他整个营收的成长 的曲线 所以以2007年为例好了 他在美国就开了2600家电 那那么多家电 那么资金都整个投了下去 那成长在衰退 而他开电在增加 就造成整个营业上出现状况 所以基本上 这一些状况里面 都造成星巴克在整个经营上面 也越来越捉襟见肘 需要势必要做处理 所以造成原本已经退休的消息 也重新在掌舵了 希望能够带领星巴克渡过难关 但是也刚好在这段时间 也有不断的一些 负面的讯息也不断的出现 例如说可能上海 上海的星巴克 他们认为说 要能够打到消毒的效果 所以雪龙头一直开着 不能关 可能环保人质 对这一个行为 大家打滑等等 还有可能各位在 我们叫台湾比较熟悉的 就在台湾的台北的捷运站里面 这种清洁剂 没有洗干净的这种咖啡 也造成在网络上流传 造成各个媒体的追逐这件事 对整个企业的经营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我想这一些种种 都是我们在星巴克的一个个案 比较成功的那一面 也有可能背后需要遇到这些危机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之后 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 各位的服务业 运用到这籃体里面 该怎么去进行 该怎么做处理 会比较恰当一点 那么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这样我们谈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个案 跟各位介绍一下达美乐披萨 一个个案的分享 我想达美乐 他整个公司的一个成立 是源于一九六零年 在美国的密西根 那这样一个 这一个有一对兄弟 那基本上就做了另外一家店 所以他并不是开始 去开这家店的一个创办者 他是接收人家的一个店 那店叫多米尼克 他们经营这家店之后 那慢慢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开了更多分店 那接下来就继续进军全球上的经营 那整个有关达美乐的话 他以往跟一些的一个披萨店一样 他有做那一种 在店里面来使用的 也有做外送的 那经由他们的一个分析的机制 发现说 我今天在店里面吃的 跟做外送的成本的分担是如何 经由仔细分析之后发现 百分之二十的顾客 会在店里面吃 百分之八十的顾客 会用外送或者外带的方式 但是所耗费的成本刚好相反 百分之八十的成本 都浪费在店里面 服务着百分之二十的人 但是做外带或者顾客 所耗费成本就百分之二十 所以后来他们因为 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之后 就定位自己 完全做外送外带这一个部分 就没有在店里面提供 这种餐饮服务的一个披萨店 所以经由这种数据分析之后 也可以找到他们服务器机 这属于一个达美内 他整个想法 那达美在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月 正在台湾开立的第一家一个门市 进来之后 当然这几年来 所以他一个广告的效果 可以让这一个很容易的 这一个广告 我说今天失恋了 所以买一颗披萨来吃吃 应该比较少 都很快乐 所以比较多 虽然广告诉求 都非常欢乐 非常的俏皮等等 而且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都把电话号码很清楚的 那也可以记得起来 当消费者需要做一个披萨 要购买的时候 马上想要他电话号码 这种传递方式 也增进了他很多很多销售量 所以达美乐的一个成功 那我们来看看 这达美乐整个服务的宗旨 基本上有下面几项 第一个他现在满足了顾客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顾客 当然是公司主要的 一个金钱支付者 今天就必须要了解到 我的顾客 他的需求为何 所以可以发现说 随着不同的一个连带的改变 不同时间 不同的节庆 这达美乐会按照 当时候的一些状况 做一些菜单的一个调整 可以让它符合 当时候的一个饮食的需求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希望能够提升PSI 所以PSI 第一个是product 就能够提升到产品的品质 第二个呢 是有service 如果对顾客的服务能够精进 以及第三个 创造是image 让企业的形象 得以提升 所以这一个PSI 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种子 那每一个 在公司里面的训练也好 在每一个分店里面的一种训练也好 都把这三个的 种种的一个相关的要求 种种的一个SOP 种种的案例 都不断地在做一个演练 让我们的员工 不管是专职 不管是兼职的员工 都在这三个上面 有充分的了解 以及要如果去进行 都有充分的一个准备 那第三个是能够提供服务的保证 我想这是非常耳熟 人详的 所以可以发现 在这个flux 我们最容易了解 最容易想到 可能就是他了 在三十分钟之内 一定要送到 如果没有送到 可能就是送一百块折价券 如果四十分钟 没送到的话 就免费了 所以基本上 他们在对顾客的承诺 这上面 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所以相对于刚才星巴克而言 星巴克基本上 比较着重在员工这一块 那种员工是创造 我们的一个营业额 传递公司的一个形象 最重要的人 所以员工上面如何如何 但相对于这个星巴克 达美乐认为说 这个顾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着重在顾客的满足 在顾客的需求上面 该如果去做调整 或者如果去提升 顾客的满足度上面 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他服务的宗旨 从这边可以发现得到 另外一个达美乐 也帮令人呈现 是他们团队的一个部分 他们在整个经营团队上面 花很多心思 让每一个店里面的 这一些同仁们 有共同的想法 共同的目标去实现 而且在这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做工作轮調 让每一个人熟悉 每一份不同的工作 能够熟练他 而且大家一个 很和谐的气氛里面 来达到整个店里面的 一个气氛 让大家能够在 共同好的气氛下 邻居我们的士气 进而能够提升 我们的一个对顾客的满意 进而增加我们的一个 销售领额 整个一个经营团队上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 好 那后面我们可以谈谈说 这达美热 他对于顾客抱怨上面 也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 做很多SOP的规范 好 我们在前面的 这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也谈到说 在服务的一个抱怨里面 难免都会出现的 在这服务的抱怨里面 我们从一个达美热 一个角度来看 他那种是非常重要的 我先把披萨做完了 送去给消费者 那消费者难免 就会出现很多人 所意想不到的事 包括说可能送的 送过去 可能这个烂 这个披萨烂掉了 糊掉了 或者应该送了没有送 没有送了就送过去了 所以基本上会有种种的 一种可能失误会出现 所以基本上也做一些抱怨 也要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当时最抱怨 非常的重视 对顾客这一块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达美热 那对抱怨处理的原则 第一个先确认一下问题 立即采取行动 来满足顾客的需要 就把问题先决定下来 是规范 是发生在谁身上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疏失 还是在顾客那一端 通常在做服务业 如果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之前 我们应该不亲眼来说 是我们的问题 这样的话可以 避免后有些比较难处理的事 但是还要最短时间 去查明真相 这必要 那第二个要保持自信 那秉持一些诚挚 愉悦的态度 可以化觉可能发生了一个冲突 让第一线的人员 当顾客做抱怨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的点餐的地方 或送餐过去的公读生 跟顾客做接触 在过程里面 要非常诚恳的充满自信 但是有某一些承诺的意义之下 来让顾客知道 我一定会负责 来了解 来做处理的 那第三个 要将抱怨的顾客 带离这个顾客群 如果这个顾客 在我们店里面 来做一个点餐的动作 如果产生一些不满意的话 那这个店的一个主管 势必要安抚他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以免影响到其他顾客群 在点餐的一个 一个处所上的一个气氛 或者会因为他的不抱怨 搞不好产生不可控制的行为 伤及我们的其他顾客 那第四个 为所造成的不便 向顾客表示歉意 并且耐心地倾听 那第五个 不应该推脱 只要发生任何问题 就是要很诚恳地 很正面来面对这件事情 那第六个 这技巧的一个说明政策 要去训练我们的同仁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公司政策为何 但是如果因着当时候 不同的情绪 不同的技巧性的 来说服我们的一个顾客 那了解到我会负责之外 这个状况 我可以怎么帮你做解决 会因着不同的情绪 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机制 那第六第七个 谈到是深入调查 并追踪所发生的顾客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那顾客的抱怨 我们要去做一个追踪 到底这个问题的发生的理由 或原因何在 这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抱怨 我们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应有的一个 相关的后续的追踪 变成一些案例 变成公司的训练手册的一个部分 那第八个 我们必须要主动跟顾客做谈话 不要等顾客问了 我们再有一个回答一个 问一个回答一个 应该主动关怀他 了解问题是所在哪里 这样的情况下 我跟顾客觉得蛮同理心的 因为站在我这一边跟我来做一个处理的 所以他的一个相关处理原则有这一些 那我们看看他基本上的一个 抱怨处理原则需要很多的一个 很多类型都会出现 他基本上怎么做处理 这一些是我们一般在经营披萨店里面 都会遇得到的相关的一些 顾客抱怨的来源 那基本上不是问题发生了在做处理 而是事先要有一个标准作为程序 来做一个处理一下 那我们看看有关这个达美乐披萨 它客树的一个类型 到底有哪些 第一个是可能客人吃坏肚子的 那如果像一些可能食物中毒的客树 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很多SOP 第二个可能对这个披萨品质不满意 所产生的客树 所以也要去做处理 第三个可能关于食物中有异物 送过去披萨里面 我定的是这个披萨 但里面搞不好出现出不该有的一个东西出来了 那在这一个情况下该如果做一个处理 那第四个是对服务人员的态度有些抱怨 对我们的服务人员 可能点餐的时候的不悦 或者是送餐的一个公读生 在送的过程里面可能产生一些熟食了 这都需要去做处理 那第五个是对找错钱的一个抱怨 找错钱的话 那可能应该在有他一定的机制在 并不是一定退钱给对方 而且了解到到底发生是这个找错钱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先安护一下把原因找出来 再做一个退钱的动作 或者做一个弥补的动作 那第六个是一般的责任一个抱怨等等 所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发现 整个一个达美乐 都对整个员工这边 一个相关的一个角度做很多训练 目的嘛 需要让顾客得到非常多的满意 所以从这个里面可以发现 我们今天谈了有关星巴克 特别着重在员工这一块 那达美乐着重在顾客的一个抱怨的处理方面 我想这两个个案例 都对我们整个在学习的整个服务的一个课程之后 应该有很多的解释 那这个案例也可以提供各位做很多的参考 希望说各位可以在后续 有机会再做学习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可以再做处理一下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所要跟各位来做报告的很多很多的一个内容 我想这个课程在这18个讲之后 也希望各位同学经由这个课程的学习 对整个服务业的一个经营 有更多更多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 在这边就要画一下尾声了 也谢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们谢谢各位 谢谢